就是壓力比較大了 剩下這波要扛著上下路很大量的兵加三拖四拓五 這邊射擊是 而且其實陸陸不在的話閃電這邊匯罩會蠻大 對而且上下路的軍營的這個壓力其實是有一點點大 但好加在內塔還可以幫他們稍微拖延一點時間 對而且要想辦法如何拖過這個50秒 哇這個爆塔的速度是超級無敵快 中路是要被迫發起一波攻勢 買到這邊是大納爾 這波中路一定要想辦法四拓五打贏啊 一定要想辦法打贏啊 NL這邊是先把買到給勸退出去自己的高地上下 其實應該要適當的浪一下這個高地塔 不是高地塔這個主堡雙塔可能可以浪個一座 因為現在如果這座均勻掉的話三均勻掉 基本上這波還可以在手下 這波可以在手下 因為下路的兵還沒有那麼快進來的話 閃電可以在撐一下 對要小心啊要撐到牛排復活 還有18秒鐘倒數18秒一個龍捲風捲過去 大絕也炸下去 抵霧這邊殘血被提到 沒有這波不能上 不要急不要急 稍微冷一下 對給對方壓力 然後回手 因為現在人已經過來了 喀莎擦了眼睛 對現在趕快回去把自己家裡的那兩坨兵給清掉 Sneik復活了 他復活了 Sneik回來了 OK而且 而且Maple也回去清了兩坨兵的話 這是沒問題的 對主堡雙塔應該是掉一座 而這條小龍的話 喀莎會嘗試去偷嗎 一旦脫掉的話是用武龍的喔 對能不能讓Wings把他的這個偷龍小王子的能力送給喀莎呢 對這個是 兩邊的打野 我們的打野其實在射擊上面是稍微高一點的喔 下路的局已經重散了 而且這波不然我完全沒有血量的話 看起來是想要打的 NL在前方 射擊這邊是巨大的 NL這邊狂點 喀莎往前引操 拿到了武龍 這邊是一個龍魂一滴 射擊罐 關到了兩個人 BRTT算尖水 是在捷彈以後沒有NL給罐死 Maple被套了虛弱以後射擊想要逃亡 NL還在加速往前繼續追擊 一個Double kill 關掉直接帶著500塊 敵物這邊也逃不掉 兩個二長火箭 580 680 加起來 1360有找 GG中路要選的強關嗎 應該是可以直接GG了 沒有任何人可以守護了 現在只剩下麥拉的一個納爾了 哇這波 這個 這個打真的是太大膽 而且做得很好 因為這波閃亮其實是 如果這個龍戰沒有打贏了 就算是甚至拖太久的話 家裡都會被兵給灌爆了 他們這個出去打 並且拿Kata這個重擊 關鍵再加上 後面後面 後面那個R直接踢到炮鳥 搭配著Maple 直接這樣炮鳥給秒殺 哇 現在已經算 刺激大對決